國中會考補考今天登場 跟5月的會考一樣 先考社會 數學 國文還有寫作測驗 統計加起來有超過了4000名的考生參加 是歷年來規模最大的補考 而為了鼓勵這一些因為確診或是居隔 不能參加5月份會考的同學 有國中的校長親自到場發放愛心巧克力 替他們加油打氣 而疫情比較嚴重的新北市 因為考場跨區比較多 一大早有學校老師親自在考場外頭確認 學生有沒有準時抵達 但是還是有考生 八點半開始考試之後 才匆匆的進入考場 先確認準考證有帶在身上 再經過消毒量體溫 學生終於可以參加考試了 國中會考補考4號和5號連續兩天登場 受到疫情影響 上個月會考舉行時 有不少學生確診 尚未結隔離 或是快升陽性還沒PCR 當時都無法參加考試 因此這次補考有超過4000名考生參加 是歷年來規模最大的補考 就覺得很無語 因為還要花時間再去看書 然後還要再補考 覺得有點麻煩 怎麼說啊 因為就是那時候已經會考前一天了 然後才知道自己確診 就叫他有空再多看啊 這樣子啊 也只能這樣子啊 沒辦法 多了一段時間可以多多讀點書這樣子 對 還不錯 還有國中校長特地逗場替考生們加油 發放愛心巧克力 希望他們就算因為確診或居隔 沒辦法參加五月會考 心情也不受影響 這次都能有好表現 因為離我們上一次教育會考完之後 實際上已經隔一段時間 那這段時間同學們 自己也都很努力 在家裡面準備啊 我們也期待說 這段時間在考場上面 為他們打氣加油 疫情最嚴重的雙北地區 這次總共有1500多人應試 新北市只有兩間學校作為考場 因此部分學生必須從各個區域趕來 有學校老師一早就在考場外 確認考生有沒有準時抵達 也是怕他們有 這邊有安全上疑慮 或者是他們需要一些幫忙 像是課業上的幫忙之類的 如果考試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隨時反應這樣 但還是有學生八點半開始考試 才匆匆進入考場 而第一天考試也跟上個月會考一樣 先考社會數學國文和寫作測驗 考生們指判 居隔期間比同學多讀的書 能換來好成績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即將 記者台北綜合 寫作用 然後再次就這樣了